法国奥运会上金箭鲨鱼 比赛现场变成夺命大逃杀 塞纳河畔被鲜血染红 军方立刻朝水面大死射击 想将鲨鱼当场击杀 殊不知河到底部堆着无数战时弹头 一次小小的爆炸就足以唤醒所有沉睡的炸弹 2024最应景的灾难片强势来袭 带你看鲨鱼彻底统治巴黎 法国科学家索菲亚跟随海洋保护组织 来到北太平洋的垃圾袋 这里的垃圾覆盖300万平方公里 是法国面积的4到6倍 每年都有近百万只鸟 10万多只海洋哺乳动物 死于塑料摄入 三年多来索菲亚及其团队 一直在标记鲨鱼的种类 研究它们的进化 就在这时队员出来大喊 说是检测到了定位信号 索菲亚的老公麦克火速换上装备 带领三人潜入水中 结果发现又一头抹香精宝宝 被网子困住了 三周内已经发生两起类似的案件 因为抹香精的伤口不断渗血 所以引来了附近的灰青纱 麦克粗略一数居然有十只 而且全都是雌性 就在这时 监视对象莉莉斯靠近 可三个月前她只有2.5米 这一次露面居然长到了7米 索菲亚让老公取个样本 后者只能硬着头皮上 莉莉斯突然冲向麦克等人 开始疯狂的啃尿海底的潜水员 索菲亚立刻拿上装备下去救人 结果刚下水就看见丈夫的断手 她拿着气枪瞄准莉莉斯发射 却被对方身上的渔网缠住 随着莉莉斯不断下潜 索菲亚的耳朵因为压力暴血 再往下沉 她必死无疑 索菲亚赶紧掏出匕首割断渔网 飞速的朝海面游去 青红的血从她口中溢出 索菲亚成功逃出死神的魔爪 转业就是三年过去 法国身后成功 他们打算在塞纳河畔 举办世界铁人三项的锦标赛 警官阿迪尔被任命为指挥官 提前封锁并保护塞纳河的环境 这天两个用磁铁钓鱼的年轻人 居然从河里捞出一个炮弹 好在上面没有点火系统 不会造成什么伤害 而索菲亚早已退居幕后 老老实实的在海洋馆工作 丈夫和队员的死对她打击太大 索菲亚不想再回到大海 直到一个环保活动家米卡出现 她声称在塞纳河的深处 发现了代表莉莉斯的七号信标 而且已经在巴黎停留了三天 索菲亚当然不肯相信 鲨鱼怎么可能在淡水中出现 可米卡却认为是气候变化和污染 改变了鲨鱼的行为 而且几天前有辆车掉进了河里 司机却离起失踪 此事一定跟鲨鱼有关 米卡今晚就要跟团队成员下水 寻找莉莉斯的踪迹 她希望索菲亚能加入其中 但后者却毫不犹豫的拒绝 当天晚上米卡跟黑客朋友 悄悄的乘坐汽艇潜入水中 米卡很快发现事故车辆 车身上还有很多咬痕 紧接着有一道黑影闪过 可惜还没等米卡行动 黑客妹就疯狂的拽绳子 示意父亲有警察 米卡不顾提醒 解开安全绳躲进水里 黑客妹无奈只好先跑路 而阿迪尔抓住了水里的米卡 彼此同时索菲亚放行不下 重新拿出以前的电脑 查看莉莉斯的定位 先后显示她确实位于塞纳河 索菲亚马上过去阻止米卡作死 不过等她感到是 对方已经被抓走了 只见一条宠物狗冲着水面 废叫不止 而不远处的巧动下 鲨鱼被骑缓缓游过 第二天早上 阿迪尔正在审问米卡 为啥要大半夜潜水 后者颇不胜反 干脆坦白 因为塞纳河里有一条鲨鱼 阿迪尔自然不会相信 不过一个警察突然过来报告 出世在河边发现了一具尸体 米卡文言马上联系索菲亚过来 死者正是宠物狗的主人 她的尸体708岁 整个下半身不翼而飞 索菲亚一口咬定 是鲨鱼干的 阿迪尔为了验证她的说法 打算根据定位追踪莉莉斯 一行人很快来到7号信彪附近 在那河道最深的地方 也只有5.7米 三名警察在身上佩戴同步定位器 然后一起潜入水中 米卡也骑着自行车追到岸边 她唯恐警察会伤害鲨鱼 所以指使黑客切断莉莉斯的信标 让警察失去鲨鱼的定位 米卡冲动的行为 直接导致三名警察陷入险境 好在索菲亚发现信号失灵后 马上让阿迪尔把他们拉上岸 警员表示 确实在水下看到了被啃咬的鱼尸 恐怕水里真有个大家伙 阿迪尔文言打开声纳确认 果然发现了鲨鱼的踪迹 不过她误以为是索菲亚设备有问题 才害队员差点遇难 所以忍不住责怪对方 索菲亚文言很生气 直接甩开阿迪尔离开 另一边米卡回到基地后 开始线上直播 她不停曝光塞纳河有鲨鱼的事 还呼吁大家一起拯救莉莉斯 把她安全地送回海洋 而阿迪尔上网搜索信息 才知道索菲亚三年前的遭遇 她自觉失言 所以主动去海洋馆跟索菲亚道歉 并希望对方能跟警方一起 向市长说明这件事的严重性 阿迪尔和索菲亚的想法很简单 必须尽快地关闭塞纳河阀门 终止铁人三项活动 但市长不同意他们的观点 因为这次活动万众瞩目 不仅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会参加 政府还拨款17亿赞助 绝对不能随随便便终止 市长表示 我会控制网络舆论 你们要做的就是抓住那条鲨鱼 因为追踪器已经关闭 所以需要将莉莉斯引出来 最好把它引到萨里桥 或者奥斯特里茨桥 到时候可以给莉莉斯注射镇镜剂 将其困在阿森纳港的闸里 再由海洋研究所接手 就在警方准备行动时 黑客没急匆匆赶来 他承认了关闭信号一事 但事后越想越觉得 米卡的做法太过极端 所以他重新激活了7号信标 此刻莉莉斯正躲在地下墓穴 那里有一条旧通道 就在圣马丁运河下方 当天晚上 索菲亚就跟着警察 一起前往地下墓穴的水道 同一时间 米卡也带着大批志愿者 过来保护莉莉斯 米卡为了引出金鱼 甚至带着声波装置入水 阿蒂尔刚进入墓穴河道 就看到了这帮志愿者 他马上向上级请求增援 并警告众人尽快离开 可这帮人觉得 自己在保护海洋生物 不能畏惧警察或者是任何枪权 就在这时 莉莉斯现身 而且他身边还带着一只幼崽 米卡认为 鲨鱼不会随便的袭击人类 所以伸出手 抚摸鲨鱼宝宝 索菲亚赶紧出城警告 不要乱动鲨鱼的孩子 莉莉斯会觉得受到威胁 可米卡这一会儿 已经把自己当成迪士尼公主了 她觉得鲨鱼宝宝很信任人类 才是下一秒 两头鲨鱼开始躁动 索菲亚看出 这是攻击信号 让米卡赶紧上岸 阿蒂尔命令大家紧贴墙壁 然后跳进水里救米卡 结果那女孩居然咬伤 阿蒂尔逃跑 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 不见棺材不掉泪 莉莉斯激起巨大的水流 将岸上的志愿者也卷入河道 她开始了疯狂的捕猎行动 幸存者手忙脚乱的逃跑 可失落因为进水变得湿滑 他们又忍不住互相推荡 没跑几步就跌进水里 尽管警察拼了命的救人 可落水者不顾一切 只想抓住踩住身边的任何东西 因此刚爬上岸的人 也会被同伴重新的拽进水里 众人一窝蜂的几项闸口 根本不管脚底下是否有人 他们像疯了一样向前几 说实话 这一幕不比鲨鱼更可怕吗 阿蒂尔亲眼看着好友死在眼前 河道的水明明被染成了赤红色 却让人觉得手脚发凉 这场所谓的保护活动 害死了数十名普通人 活下来的也缺胳膊少腿 而小鲨鱼也在刚才的暴乱中 意外中枪身亡 索贝亚把他带回去研究 发现鲨鱼的传感器已经变异 完全适应了淡水环境 他们来这里一定是为了缠暖 索贝亚划开鲨鱼的腹部 果然看到了很多幼崽 可令人奇怪的是 这小鲨鱼才两个月大 根本没有性成熟 照理说不可能怀孕 唯一的解释就是无性繁殖 一个可怕的猜想用上心头 索贝亚认为 莉莉丝就是无性繁殖 新物种的第一只 如果不将其消灭 它还会继续繁殖新品种的鲨鱼 无限的殖民我们的海洋 昨晚死了那么多人 市长还是不肯叫停铁人三项 因为活动还有不当24小时就开始 他甚至把阿蒂尔等人 踢出安保团队 让军方来负责管理塞纳河 但阿蒂尔跟索贝亚 不会对这件事做事不管 警局的几个人都愿意加入他们 索贝亚人很快制定好作战计划 他们准备从地下墓穴 潜入莉莉丝的老巢 并在巢穴设置炸药 直接终结一切 但安置炸药的人 必须在三分钟内撤离 而且没有时间弄减压停留 他们需要乘海报潜艇 从隧道出去 接引人员会掐点切开格栅 万一鲨鱼不在潮穴里 就只能用刺声波发射器 在炸弹准备期间 把鲨鱼引回潮穴 这次的任务危险系数极大 所以大家做好了 必死的决心 不久后 阿蒂尔跟索贝亚潜入河道 而军方已经开始为运动会布防 索贝亚人没发现里里斯 只能用刺声波发射器诱敌 阿蒂尔点亮信号弹 发现头顶有一群鲨鱼幼崽 这里果然是莉莉斯的巢穴 紧人抓紧安置炸弹 电影人员也顺利的切断 隧道的格栅 可莉莉斯迟迟没有现身 时间紧迫 他们不能在水底逗留 一个警员正准备撤离 却突然遭到了鲨鱼的袭击 瞬间被撕成了碎片 剩下的三人马上靠拢到一处 老黑想去捡掉落的对讲机 结果也被鲨鱼包围分石 索菲亚来不及悲痛 她抓起推动器带着阿蒂尔撤退 紧接着倒计时结束 炸弹爆炸 两人被巨大的冲击波震飞 索菲亚把阿蒂尔送回游艇 自己重新回到了水里 而莉莉斯冲破地下墓穴 擦着她的肩膀游走 索菲亚立刻警告同伴 莉莉斯一口吞掉落水警员 索菲亚跟阿蒂尔趁乱爬回小船 好的莉莉斯没有重追不舍 而是朝运动员的方向游去 两人健壮火速追上去 而此时市长刚否认鲨鱼摇眼 随着她一声枪响 运动员们纷纷跳进水中 殊不知鲨鱼就在前方 救生员很快发现 这运动员怎么越游越少了 还没等她想明白是咋回事 就被莉莉斯拖入水中 岸边的观众也终于发现鲨鱼出没 运动员听见哨声纷纷停止动作 一脸惊慌的环视四周 紧接着莉莉斯跃出水面 一口吞掉游泳运动员 众人健壮纷纷的游向暗点 军方也火速的过来扫射 想将莉莉斯当场击杀 但他们忘了一点 塞纳河底堆满了古早的弹头 子弹不停会击中莉莉斯 也会击中那些弹头 一枚爆炸就会造成河床震动 接下来就是连锁反应 整条河道的炸弹通通苏醒 几乎是眨眼之间地下水喷涌而来 整个巴黎沦为了一座水城 索菲亚费力的将阿迪尔拖到高处 她举目望去 地下巢区的鲨鱼已经彻底的占据巴黎 影片到此结束 虽然鲨鱼进入淡水区屠杀的设定 多少有些降致 几个主角的操作也令人无语 但不得不说 地下墓穴志愿者遇难的那场戏 拍摄的节奏非常好 能很好的调动观众的情绪 让人体会到那种胶着与绝望 太平洋垃圾带的海域奇观也很震撼 视觉效果十分优秀 可惜没遇上匹配的剧本 本篇还敢在运动会前上映 很法式幽默的做法